好,我们来看立体舞 这个一个桌游,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两个同学呢,冠影跟明冲在比赛桌游 每人在游戏中呢,拥有体力值100点 题目上说呢,这个一次战斗耗损体力值5点 最多呢,可以战斗20次 因为一次5点20次就刚好100点 那如果呢,一次战斗消耗体力值10点 那最多就可以战斗10次,以此类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系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当你战斗一次耗损5点体力值的时候 就可以战斗20次 当要耗损10点的时候,你只能战斗10次 那当要耗损20点的时候,你能够战斗几次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乘起来 好像会等于它原来的体力值叫做100 所以如果一次耗损体力20点的话 它只能耗费5次 这样就会达到100点 那如果说一次战斗呢,要耗损体力25点的话呢 那这个可以战斗的次数就变成只剩下4次 因为这两个乘起来 这两个相乘 要等于100 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如果呢,耗损体力值50的时候 它可以战斗几次?两次 如果它战斗一次要耗损体力值100 那这100的话它能战斗几次呢? 它只有体力值100,那就是全部用光 只能这个战斗一次 那我们发现呢,这个有一个规则叫做 体力值乘上可以战斗的次数 都会等于多少呢?都会等于100 那假设一次呢,耗损X点 最多占Y次 那也就是可以写成两个相乘等于100 X乘Y等于100 那这个最后做一个统整 如果X跟Y呢 相乘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我们说X和Y乘反比 或者是说呢 Y和X乘反比 那再看右边 XY相乘是一个固定数字 还有X和Y乘起来的100 或者是说呢 你把它变成Y等于X分之100 X等于Y分之100这种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呢 X和Y符合这三种状况 X和Y乘反比 那反过来说 Y跟X呢 也会乘反比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 反比的一个例子